我是惠登禅修班的学员 现在才修到寿命无常 深感到时间的紧迫 请问上师 能不能在修共同前行的时候 同时磕大头 同时磕大头可以的 但是磕大头的话 我们光是身体的运动 它没有太大的作用 如果要修磕大头的话 它必须要跟上师瑜伽的修法一起 这样子的话 由于要修上师瑜伽的修法 然后又要修死前行 这样子的话 时间上是不是有点冲突 如果没有冲突的话 是没问题可以这样子